有一位铁路桥梁管理员,他的工作就是在管理室按时打开或关闭铁路桥梁。 当他按下打开按钮时,铁路桥就被分开成为两半。 这样啊,河上的高层油轮可以穿过铁路桥继续前行。 当他按下关闭按钮时,两段式的铁路桥就会聘合成一个完整的桥。 火车可以从铁路桥上驶过。 这个中心的管理员每天就是这样,按时打开铁路桥,让邮轮通过。 关闭铁路桥,让火车通过。 有一天啊,管理员来上班时,带着儿子一起来到了管理室。 他想让儿子看看爸爸的工作情况。 这个孩子很乖巧,听话。 管理员为了不让儿子感到无聊,就建议儿子去外面看看河上的邮轮。 管理员依旧造成工作,按时打开铁路桥。 突然,就在管理员要关闭铁路桥,让一列火车通过时, 他发现自己唯一的爱子,正趴在两段式铁路桥的中间接触面上。 如果这时,他不按下关闭按钮,铁桥就不会关闭河龙,儿子就能得救。 但是,火车上的数百人就都会落入奔流的河水。 如果你是那位管理员,你会怎么做呢? 在很短的时间内,管理员似乎想了很多,又似乎什么也没想。 他按下关闭按钮,眼睁睁地看着铁路桥慢慢合拢。 他知道自己从此将失去心爱的儿子, 就在铁路桥关闭的长纳,火车飞快地驶了过来。 管理员双眼模糊地目送火车上一百多位欢笑着的乘客。 小朋友们,这位管理员拯救数百人性命的事情, 也许并不是真实发生过的。 然而,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拯救世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, 却是发生在两千年前的一个事实。 上帝舍弃了独生的爱子, 使世上所有人拥有了得救的盼望。 Amen,感谢天父赐给我们他独生的爱子, 使我们大家都拥有了得救的盼望。 谢谢薛姨老师带给我们好听的故事。 各位小朋友,欢迎回到飞拉铁堆教会儿童线上主日学, 我是霍莎娜老师。 上星期,我们认识到主耶稣是大君王。 这星期,我萨娜老师要与大家来分享主耶稣是救赎主, 并且主耶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哦。 哈,再首先,让我们一起来背诵本月的圣经节。 第一次的时候,我们会用慢速一起来学习动作。 好,拍子。 第二次的时候呢,我们就会加速咯。 所以小朋友,你准备好了吗? 让我们用我们的眼睛,专心的看,用耳朵,用心的听, 并且用我们的心,专心的领受神的话。 阿们。 菲利比书二章八到十一节。 既有人的样子,就自己卑微, 纯心顺服,以至于死,且死在十字架上。 所以选将他升为至高,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, 叫一切在天上的,地上的,和地底下的,因耶稣的名, 无不屈膝,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, 使荣耀归于父神。 既有人的样子,就自己卑微, 纯心顺服,以至于死,且死在十字架上。 小朋友,我们真的要很感谢耶稣, 因为耶稣选择自己卑微, 刀成肉身,以成为我们的救赎主。 我们真的要很感谢耶稣, 耶稣真的很爱我们, 他纯心顺服,你知道吗? 耶稣在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, 就知道,钉十字架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, 他在克西玛尼远祷告, 豆大的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流下, 但是他依然决定, 不要照着我的旨意, 乃是要照着父神你的旨意, 成就在我的身上。 他依然选择上十字架, 成为我们的救赎主, 感谢耶稣,他好爱我们, 他选择以至于死, 且死在十字架上。 小朋友,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, 只有三根的钉, 只剩他全身的重量, 一滴一滴的血, 正在从他身上流出来, 你知道吗? 那时候他没有选择, 阿巴夫,阿巴夫, 好痛,我要下来。 他没有呼求阿巴夫把他放下来, 没有叫天使把他放下来, 为什么? 因为他要做成这拯救的工作, 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。 最后一分钟, 他说了, 成了。 阿培。 成了。 宗教领袖们向总督彼拉多控告耶稣, 说耶稣想要做王, 是个危险人物。 彼拉多问耶稣,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? 我是王。 耶稣回答说, 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 彼拉多说, 耶稣是无罪的, 没有理由杀他, 我要释放他。 可是人们大声喊着说, 杀死他。 于是彼拉多就叫士兵鞭打耶稣, 他们把荆棘鞭的王冠戴在他头上, 然后让他背着一个木头的十字架, 往山上去。 在山上, 罗马士兵把耶稣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, 然后把十字架竖起来。 在耶稣的两边, 各有一个犯人也一同背钉十字架。 那天是个星期五, 快到中午时, 天空变黑暗了。 耶稣的朋友们悲伤地痛哭起来, 那些宗教领袖们嘲笑耶稣, 说, 你救了别人, 怎么救不了自己啊? 耶稣却说, 父啊, 赦免他们。 耶稣知道自己就要死了, 他闭上眼睛, 说, 成了。 他完成了在世界上的使命, 这一切都是出于他对世人深深的爱。 耶稣的一个门徒约瑟, 把耶稣的身体安放在一座新的坟墓里, 又用大石头封住了坟墓的口。 这个伤心而漫长的星期五, 终于过去了。 小朋友, 耶稣就是救赎主。 有一位真神, 他名字叫耶稣, 他来到这世界上, 我要救赎你。 是的, 耶稣的名字本身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 我们的耶稣就是救赎主。 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告诉我们, 人子来, 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, 耶稣来世上, 就是为了拯救我们。 第二, 罪的公家乃是死,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, 为我们死, 上帝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 小朋友,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错事, 或应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情, 都应该受到惩罚。 但是耶稣, 他却用他的死, 代替了我们的刑罚。 耶稣是救赎主。 神爱世人, 神就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, 叫一切信他的, 不致灭亡, 反得永生。 这永生不是在我们死后回天堂, 而是现在活着的每一天, 耶稣都是我们的救赎主。 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, 耶稣的变伤使我们得医治, 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, 要受刑罚的时候, 耶稣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。 当我们真的是有问题, 要来到神的面前, 祷告求怜悯, 求帮助的时候, 耶稣, 因着耶稣的救赎, 上帝, 天父爸爸, 不再纪念我们的罪, 从前犯罪的, 不要再做了。 靠着耶稣的恩典, 我们能够选择, 不再犯错, 而且有从来的机会。 Amen。 最后, 老师要带领大家, 做两个的祷告。 第一类的祷告, 是邀请那些, 耶稣知道耶稣是救赎主, 但是还没有邀请耶稣, 他成为你个人的救赎主的小朋友, 来祷告。 让我们一同的来低头祷告。 亲爱的主耶稣, 我们承认, 我们犯了罪, 做错了事, 求你来赦免我们。 主耶稣, 我们也相信你来到世界上, 为我们而死, 第三天后, 你复活了。 今天, 我要选择, 邀请你, 进入我们的心, 做我们个人的救主。 今天, 我们相信, 我们就是你的孩子了。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, Amen。 第二个的祷告, 让我们一起所有相信, 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救赎主的小朋友, 今天你要做一个决定, 耶稣, 为我们死, 我们要选择, 为耶稣活, 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。 亲爱的主耶稣, 谢谢你好爱我, 你救赎了我, 使我有重新来过的勇气, 你是我永远的盼望, 你是我随时的帮助, 从前, 我爱生气, 会懒惰, 今天, 我选择为你而活, 帮助我, 让我每一天, 背起十字架, 天天跟从你,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, Amen。 耶稣是你我的救赎主, 耶稣为你我而死, 我们为耶稣而活, Amen。